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第一代Apple Watch从2015年推出至今已经有4年了 如今苹果已经更新了第四代可穿戴设备 即Apple Watch Series 4 在此期间苹果做了很多改进 包括提供更大更好的显示屏 防水功能 健康和健身功能等 以争取更高的市场份额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Sigentage Analytics的最新研究 Apple Watch在2018年第四季度出货量增长了18% 苹果仍占据全球智能手表市场份额的第一位 成为美国智能手表市场明确的市场领导者 外面报道称 在今年9月的发布会上 即将推出的Apple Watch Series 5 可能会采用新的陶瓷外科设计 到2020年 苹果可能会在Apple Watch上添加睡眠跟踪APP 以跟踪睡眠质量和其他指标 该项功能目前正在进行测试 还有消息称 苹果在未来计划推出一款没有物理按键的Apple Watch 采用手机两侧触摸和滑动手势的方式进行操控 柔性屏也有可能会被采用 Apple Watch还将成为第一款配备 MicroLED屏幕的设备 MicroLED比现在的OLED技术亮度更高 把光效率更好且功耗更低 不过该项技术距离真正落地 还是要几年的时间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 请订阅一下